歡迎回到SNM 我是方法 我是一關 每次我們提到希臘神話的時候 總是會說希臘神話裡的眾神是當時的人 為了解釋世間萬物所創造出來的 除了開天闢地 他們也有用神來解釋一些生活中的要素 聽起來怎麼這麼像日本人的萬物皆有靈啊 早期的梵靈信仰就是這樣 那今天要講的呢 就是在希臘神話中代表藝術的 《妙思女神》 對古希臘的藝術家來說 當他們面臨創作瓶頸的時候 總是會向《妙思女神》祈禱 希望他們能賜予自己源源不絕的靈感 一直到了現代 還是有許多的藝術家們會用這樣的比喻 比如說鬼才導演昆丁塔倫提諾 就多次向媒體說 女星烏馬舒曼是他的《妙思女神》 你剛剛是不是說他們 沒錯 因為《妙思女神》不只一位 關於《妙思女神》的數量有很多的說法 最早寫下希臘神話文學作品的《河馬》說 他們有時是一位有時是三位 但在差不多時期的海西奧德則說有九位 那是怎樣?會分生意?到底有幾個? 你要知道 藝術這種事情本來就不好說嘛 很有趣的是呢 他們在各自的著作的開頭 總是會提到《妙思女神》 所以對作家來說就算是一個SOP就是 這叫做《假鬼祭敗群頭》 像是淡丁的神曲 《地獄》開頭也有提到《妙思女神》 《妙思》更早就出現了 甚至也有人說 這三個女神是自己從代表記憶的女神 莫涅莫悉尼分裂出來的 聽起來跟Memory有點關係 或許這個自根的來源就是這個女神 而這三個女兒分別是代表歌唱的阿爾伊德 代表陳思的莫勒特 代表記憶的莫涅莫 怎麼又是記憶女神? 古希臘人認為三是神聖的數字 三位一體啊 那是指基督教的聖父、聖子、聖女 你也可以解釋說 對古希臘人而言 藝術都是誕生至記憶 像在其他版本裡面就變得更多樣化 他們三個還分裂成九位女神 分工也更為細密 有著各自代表的藝術類和象徵物 在很多的這個《妙思女神》的雕塑或畫作中 都可以看到他們拿著屬於自己的象徵物 像Emoji裡面就有一個代表戲劇的面具圖案 這兩個面具就是喜劇和悲劇女神的象徵物 所以他們有什麼具體的事蹟或是傳說嗎? 《妙思女神》曾經被稱為 《瘋狂如暴風雨伴》的女神 他們本來就是九神的玩伴 然後《妙思女神》就是瘋瘋癲癲癲的不良少女 動不動就想要抬人 後來《妙思女神》被太陽與藝術之神阿波羅代管 在阿波羅的管教下 《妙思女神》變得舉止文雅、智慧又美麗、充滿活力的女神 《八家九妹改邪歸正》 不過這聽起來也是蠻有邏輯的 思想的神跟藝術的神連接在一起才成為靈感的來源 沒錯 在《寶薩尼亞斯》的希臘誌裡面 則是說《妙思女神》們跟人面鳥聲的女妖進行音樂比賽 結果鳥妖輸了 女翅膀被妙思女神拔掉 讓女妖們不能再揹 女妖們的翅膀被妙思女神編織成象徵勝利的王冠 叫你怕耶喔?那個時候應該還沒改邪歸正 應該還是很成兄逗人 那藝術在古希臘人的心中有著相當崇高的地位 當時就連占星術都是以詩為載體所寫成 在那個藝術哲學和科學密不可分的時代 在這種神話故事探索自然的過程中 靈感一定是不可缺少的 靈感一詞 英文的Muse就是來自於《妙思女神》 而她們也經常在儀式上透過音樂 來歌頌她們那些大大小小的神奇 透過Muse女神給予她們的創作靈感 於是Music一詞就此誕生 雖然說一般都把她們當作是宙思的女兒 但如果沒有這些賦予藝術家靈感的女神們 可能這些藝術家們也寫不出這樣流傳千年的希臘神話吧 好的謝謝李永樂老師 謝謝李永樂老師